来来来,我们来看分数比大小的问题 哥哥吃七分之四条巧克力 弟弟吃七分之二条巧克力 谁吃的比较多? 我们把它表示出来 哥哥吃的是七分之四条巧克力 弟弟吃的是七分之二条巧克力 谁吃的比较多呢? 我们学过,七分之四条巧克力 它就是四个七分之一条巧克力 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七分之四条巧克力 我可以说它是四个七分之一条巧克力的话呢 你可以回去看看三年级分数零六之一 三个八分之一 你可以看看三年级分数零六之一 三个八分之一 用滑鼠点着绿色镜头框框 你就可以连接到这个影片 回去复习一下 真分数就是单位分数的人家 我现在用一个长方形 代表的是一条巧克力 然后把它平分成七等份 每一等份代表的就是七分之一条巧克力 每一格都是一样的 七分之一条巧克力 如果你不懂为什么每一格都是七分之一条巧克力的话呢 你可以回去看看三年级分数第二步 什么是分数 三年级分数第二步 什么是分数 点着绿色镜头的框框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这个影片 回去复习一下分数的意义 依照题目的意思 我把它标示出来 一个七分之一条 两个七分之一条 三个七分之一条 四个七分之一条 四个七分之一条巧克力 所以这就是 七分之四条巧克力 也就是四个七分之一条巧克力 而弟弟吃的是七分之二条巧克力 也就是两个七分之一条巧克力 我用一个长方形 一样代表的是 一条巧克力 平分成七等份 其中 每一等份都是七分之一条巧克力 两个七分之一条巧克力 所以这就是七分之二条巧克力 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到 七分之四条巧克力 比七分之二条巧克力还要多 也可以从这里看到 四个七分之一 当然就是比两个七分之一条还要多 所以哥哥吃的比弟弟还要多 答 哥哥吃的比较多 等一下 这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吗 你有沒有觉得这问题 其实好像有点不太完整 题目只有讲说 哥哥吃七分之四条巧克力 弟弟吃七分之二条巧克力 但是他们并没有说 他是吃同一条 也就是说 弟弟吃的这条巧克力 一定跟哥哥吃的这条巧克力 一样长吗 他会不会原本他的巧克力 并不是这么长的 而是这么大的 如果弟弟吃的巧克力 是这么大的话 那么弟弟吃的七分之二条巧克力 实际上是吃这么多 而哥哥吃的七分之四条巧克力 只有这么多 相较之下 你觉得弟弟会吃的比哥哥还要少吗 这样子答案还是哥哥吗 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子哦 所以其实这题目呢 应该要更完整一点的话 他前面应该还要漏了一句 比如说他前面应该加一句说 兄弟吃同一条巧克力 或者说 兄弟吃的是一样长的巧克力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比哥哥吃七分之四条 和弟弟吃七分之二条的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拿来做比较嘛 而这个题目呢 如果我们用数学试值来记录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记录 哥哥吃的是七分之四条巧克力 七分之四会比弟弟吃的 七分之二条巧克力还要多 所以我们可以计成 七分之四大于七分之二 如果我们单纯是比较 这两个数的关系的话 七分之四和七分之二 谁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想象成 他们就好像兄弟吃同一条巧克力 而哥哥吃的是七分之四条 弟弟吃的是七分之二条 谁吃的比较多 以一个熟悉的情境来解决这样子分数比大小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了 就好像这一题 十一分之五和十一分之七 谁比较大 我们就可以想 兄弟吃同一条巧克力 十一分之五条巧克力 它其实就是五个十一分之一条巧克力 画成图画呢 就是画一个长方形代表是一条巧克力 平分成十一等份 每一份呢都是十一分之一条巧克力 五个十一分之一条 我就把它标示出五格出来 那么这就是十一分之五条巧克力了 至于十一分之七条巧克力呢 它就是七个十一分之一条巧克力的意思 我可以画出一样长的长方形代表是一条巧克力 然后把它平分成十一等份 每一份就是十一分之一 所以呢 我把它标示出七个十一分之一 五个六个七个 七个十一分之一代表是十一分之七 和十一分之五互相比较一下 蓝色部分显然比黄色部分还要少 五个显然比七个还要少 所以十一分之五显然是小于十一分之七 因此我们可以写出十一分之五小于十一分之七 以这样的想法我们来看类似的问题 一代有九颗小球 其中红色有五颗 蓝色有九分之三代 哪一种颜色的小球比较多 从这里我们看到红色它是五颗 蓝色是九分之三代 两个单位不同当然是无法比较 但是因为题目一开始告诉我们 一代就是有九颗小球 所以我们可以把五颗跟九分之三代 换成同样单位 我把一代有九颗小球画成图案 这里面就是一代 而一代里面就是有九颗小球 其中每一颗小球 它就是九分之一代 如果你不明白一代有九个小球 为什么每一颗小球它就是九分之一代的话呢 你可以回头看看三年级分数第三步 什么是七分之一包 三年级分数第三步 什么是七分之一包 或者你可以直接点选这绿色镜头框框 回去复习一下 红色小球有五颗 而每一颗呢 刚刚说了 每一颗其实就是九分之一代 所以这五颗红色小球就是有五个九分之一代 至于蓝色小球有九分之三代 九分之三代就是三个九分之一代 也就是一个九分之一代 两个九分之一代 三个九分之一代 我们可以从图上面来观察 红色和蓝色哪一个比较多 也可以从这里观察得到 五个九分之一代和三个九分之一代 谁比较多 显然五大于三 所以红色小球比蓝色小球还要多 答红色 五个九分之一代 七分之一代 五个九分之一代